近期女子毕业9年抠出南京两套房引发网友热议 当事人王胜爱压根没想到 会因为自己的审情价值观遭到网爆 他发文表示 第一次被这么多人骂得手脚冰凉 王胜爱是南京一百里 对他而言乱花钱不会感到快乐 却会感到害怕和焦虑 存钱才是能给他带来满足感和安全感的行为 近日王胜爱接受节目采访 分享自己一路抠来的心路历程 他在节目中表示 自己贯彻的是极简生活的原则 如非必要 不增实体 而抠也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目前为止 王胜爱抠出的最大成就 是攒出了南京的两套房 并且装修好 他自诉 自己毕业后曾做过广告工作 发现社会在煽动消费者的焦虑 不少人透支自己的钱 去买一个根本不符合自己收入的东西 只是为了装点自己的面子 他觉得 这样还不如靠低功耗的生活 给自己攒下来一套房子 此外他还表示 家庭对他的影响也很大 10月27号 节目播出引发网络热议 随后该节目的一些片段 在微博上也有了一些热度 但是微博碎片化的传播 导致整个故事的落点 聚在两套房上 该的话题也是 女子毕业9年抠出两套房 此外 王胜爱的抠门行为 也被概括为 衣服捡朋友穿过的 最大的快乐就是抱着存钱换数钱 将买房意愿刻进DNA 不少网友都表达了对这种观念的抵触 甚至还攻击王胜爱有精神疾病 一些网友开始脑补 王胜爱苛扣孩子吃炕燕菜 还指责他节俭是一种垃圾精神观 10月27号晚 王胜爱在豆瓣发文表示 第一次被这么多人骂得手脚冰凉 感觉有必要解释一些事情 他在文中提到 采访的拍摄长达三天 但最后被剪辑成半小时 所以很多话被删减了 比如尊重每个人的消费观 别人消费不花我的钱 和我没有关系等内容 此外所有的拍摄的如何便宜 或者不花钱买东西的部分 都被删减了 除了自己被攻击炒房外 家人也被舆论牵连了 王胜爱在节目组的沟通中表示 应该多保留他一些 尊重每个人消费观的话 但是微博截图宣传的时候 只截了一段 没有上下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